童谣评价江书颖,调侃三十二以后不再和他拍戏,原因让大家笑翻。 众所周知,由江书颖、童谣、毛小彤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三十二》一播出后收视率也是一路飙红。 该剧场景色调舒适,没有磨皮,也没有特殊的美颜滤镜,剧情也是贴近生活不浮夸。 三人截然不同的遭遇折射出的生活缩影,也是引发了广大女性的强烈反响。 而三十二以当中,江书颖呈现的角色显然最接地气,她饰演的王曼妮就是一门心思搞事业的姐姐。 江书颖的A爆的那种气质简直眼活了,相比清平月里一生隐忍克制的曹皇后, 三十二以里的江书颖,霸气全开对同事那一段,真的是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机知的气场演出来了。 近日,童瑶也是参加某节目,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有记者问童瑶, 对于你的好姐妹江书颖你怎么评价,与她搭档拍戏有何收获? 下次再与江书颖拍戏,估计大家还是继续关注江书颖这个小姐姐。 到时谁还关注我和毛小彤两位小姐姐呢?我们还怎么乘风破浪啊?